从伯乐出发后 下一站我们的目的地将会是赛里木湖 赛里木湖是新疆最特别的一个湖泊 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 这是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 所以赛里木湖有着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说法 大家赋予它如此美丽的名字 肯定不只是因为地理原因 更重要的是 就是它无与伦比的美景 赛里木湖古称近海 湖面海拔约2000米 湖水清澈透底 透明度达到12米 在旁边天山雪峰的映衬下 赛里木湖的景色宛如仙境 它也是全中国透明度最高的湖泊之一 赛里木湖原本并没有鱼 1998年 中国从俄罗斯引进高白龟等冷水鱼养殖 如今的赛里木湖 已经变成了有名的渔业基地 千百年来 赛里木湖就这样静静地躺在天山山脉的群峰之间 每一个路过的游人都忘不了赛里木湖那抹淡蓝色 西藏湖泊的美丽 大家在我们的视频中已经看到过多次 而在我们心中 赛里木湖是新疆唯一可以媲美西藏湖水的纳默蓝色 我们今天和龙哥一起开车来到了赛里木湖 这是我们第三次自驾到新疆了 但是第一次我们是从灵活高速上远远的看了一眼 我们刚刚进来这个角度看上去 这块阳光刚好在那一边 就整个湖不是特别的蓝 因为阳光打在湖面上它是波光淋淋的那种感觉 湖还是很大的 真的挺大 因为我们在西藏见过的湖特别多 所以就暂时到这之后 还没有看到赛里木湖那种特别深蓝色的颜色 不过从这个位置看已经是相当漂亮了 毕竟赛里木湖号称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很多很多人都是因为这句宣传语 不远千里万里来到这里来参观 现在这边是淡季没几个人了 我们这里边就我们几个车 然后后面大家看这停了好多车 我们不知道是干啥的 他们有那种卡车拉的设备干嘛的 刚一问人家是拍电影的 而且是一个非常大公司大制作的一个电影 但是目前一切是保密的 我们刚问一下电影名字 人家不告诉我们说是保密 他们在这制作蛮大的 那个机器设备还有工作人员特别多 那边刚刚刚有五六个工作人员骑马上了山了 那边可能还要拍什么呢 也不知道能不能遇到一个明星啊 淡季湖是围景区 哇 没有人啊现在居然 淡季湖是新疆最著名的湖 哦 这么大一个 新疆这么大 这么美一个湖 最有名气的湖啊 对 今天那个空气不太好 是 土有点大 你看那边山看不清 对土有点大 湖水还是挺蓝 挺干净的 对 我说能这么脏的天 这湖水这种蓝度啊 是我们家已经非常蓝了 对 这西疆最美的湖啊龙哥真的 对 那个就是这样的 好像每次来我新疆都感觉非常蓝色 龙哥你要是喜欢湖啊 那西藏到处都是比这个湖美得多的湖 它其实今天就是这种落着这种阳光知道吗 对 对 每天它有淫田清亮的时候这个好多 颜色都不一样 多几个淫田 哦 大亮出 这边像海一样好看的 对啊 虽然现在是淡季天气也比较冷 但塞里木湖的游客还是蛮多的 我们刚刚把车停到了那个旁边的停车场 然后走到了湖边了已经 这边有一块石碑上面写的是西域近海塞里木湖 很多很多游客在这里排队一次的拍照 看来这个取景地还是很不错的哈 看看这边石碑的后面就是一望无际的平静的湖面 然后两边还有一种跟那个惊涛拍浪样那种小浪花 挺好玩的 好多人在这排啊 你看那边更多了 咱们一会去那也排那也好看 好 塞里木湖特别像海哈 对 你看这个浪涛啊 这是我们离塞里木湖最近的一次了 其实还是很漂亮的 虽然我们在西藏大大小小的湖都见了无数个了 尤其是阿里中北线那一条 一错再错错就没断过 但是来到塞里木湖边呢 还是感觉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塞里木湖虽然在很多新疆的旅游宣传里面 总是说一里旅游地塞里木湖 但实际上呢 这片是属于博州的 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 然后这边距离阿萨克山也是比较近的 整个都是位于我们的边境地区比较近 其实塞里木湖的面积不算很大 这个湖的东西30公里 南北25公里 面积真算不上特别大 但塞里木湖是一个非常规则的椭圆 所以我们从这看呢 你看它每一个边缘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感觉湖面很开阔很大 不像西藏那边有一些湖呢 中间因为有山体的阻隔 看上去面积 说实话那个视觉效果没有这么大 这个湖的平均水深有40多米 湖水也是很清澈的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呢 湖水很干净 但是看不见里面有没有鱼 里面肯定有鱼 那我们这个角度看的不是很清楚 感谢观看 赛里木湖的海拔是比较高的 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 海拔是在2000米左右 它最高的地方应该是达到了3000米 所以这块呢 即使是夏季来也是比较冷 这会儿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 我们都感觉有点凉 今天还好风不是很大 然后大家来这边 如果旅游的话 因为湖说实话 要想整体的玩一圈 然后一圈拍拍照呀 走走停停的呀 时间还是耗费蛮长时间的 但这里面啊 住宿不是很方便 很多开房车的还好一点 像我们这种 就是自驾一个普通的轿车进来的 可供选择的住宿点 就是后面这一些蒙古包 还有那个房车营地了 就大家看那个房车营地 看上去都是房车啊 实际上那个就是我们拖挂房车 后面那几儿里面是 它没有车头 没有那个动力系统的 另外那个蒙古包也是可以住的 不过价格非常的昂贵 昨天在网站上看了一下 大概是1500吧 最便宜的1500一晚上 可以住两个人 蒙古包的价格也差不多 都很贵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看看情况 如果出不去的话 我们就找个地方 在车里面露营吧 真的很贵 这一晚上 我们看我们三个人 开两间的话 三千多块钱的 我们来这个房车营地 看一看 看一下现在毕竟是淡季嘛 看看会不会优惠一点 看一下多少钱 现在在外面住呢 还是晚上略略冷了点 赛里木湖房车露营地 我们去看看吧 这个全是拖挂 大拖挂 而且是那种大的两室一厅的那种 这门开着不知道有没有人 好像有人住 我想知道这多少钱 等这个营地是景区自己的国家的 一八九十一六八的 你那么便宜吗 不让 一千八 来我们看一下 这是里面最大的喽 差不多就是四个床 这好暖和 我去看看 这边俩床那边俩床 能坐四个人 水电都有 洗手间也能有 那你们那个价格是 就是这么一个 还是说人算的 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就一千四百多 好 这样算的 有电视能烧水 镜子 看一下 他这个床应该是一米的吧 九十公分 就跟学校宿舍的差不多 小床 这里面有个洗手间 看一下 哦 这个是淋浴的 这边有淋浴的 上面有个天窗 右边是洗手的 哦 右边是洗手的 这个要纪念一下 我跟龙哥还有飞飞 今晚我们住的就是厕所 厕所旁边 对 这个景区的厕所 塞里面湖的厕所挺好的 是吧 龙哥 有热水 你看我们刚才泡的面 飞飞还在那边 在那边还有电 飞飞在遛馒头 还有电视可以看 热水开水凉水 真好 厕所里面也特别干净 还有纸 还有纸 还有红干机 洗个头都可以洗 对啊 那馒头热气的马上好了 对啊 太爽了 这地方真好 我去煎点水去 这是我们的饭 几个泡面 还有这个开胃菜 泡的肠 还有蛋 蛋还有馕 对 还有馕 还有馒头在这里 对 馕 馕在这 哎呀 这馕真香 还软着呢 挺好的 挺稀的 馕真的很香啊 今晚我们也打算在这儿住了 因为实在外面太冷了 飞飞说今晚她要睡厕所里面 哈哈哈哈 我们外面就是 车的门口 外面就是塞里木湖 没脑还能看日出 多好啊 真是 真是海景房 我们昨晚就住在塞里木湖了 他们前面就是湖水 最后在湖边住太冷了 我们这个窗户啊 这好 好厚的这个雾气 雾水啊 滑到这么的 我刚 刚刚起床 开了一会儿空调 这边雾散了 能看到 湖水 就像一条 特别像一片大海 飞员在这儿睡觉呢 哎呀 好惨的两个人 就睡车里 龙哥在我们前面 他也睡车里 那地方挺好的 昨晚还有个洗手间 小孩 有 esperar 有 recht 有胖的一天 有胖的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